新年快乐 我是Mia 夏米娅 过年期间有没有大吃大喝呢 今天已经是初五了 你的马甲线六块鸡 还在吗 其实每个人都有马甲线跟六块鸡 只是有一些人藏得比较深 或是在过年期间多吃少动 有可能它就不见了 所以今天呢 Mia要教大家来把我们的马甲线六块鸡 找回来 Let's go 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会来到 Elbow plank 手肘撑的平板 从四足位置开始 将你的手肘放到你肩膀的正下方之后 一只脚一只脚的往后伸直走远之后 记得臀部不要像现在这样 比你的肩膀还高 让你的尾椎骨卷 核心的力量将你的身体撑成一个像平板一样 你的肚子也要记得 千万不要往下沉 用核心的力量将我们的身体撑好 我们会在这里停留三十秒到一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觉得吃力的话 你可以第一次我们就停留个二十五秒三十秒就好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再慢慢的把时间拉长 第二个动作 请将我们的右手转横的之后 将重心交给我们的手肘和我们的下方脚的外脚刀 如果还有空间的话 让我们上方的手来到天空 如果在这个动作 我们在side plank里如果觉得吃力的话 可以将你上方的脚膝盖弯 轻轻的踩在瑜伽垫上 这就是我们的替代动作了 如果你还有空间 觉得今天火力全开 可以加大一些难度的话 那么我们就让上方的脚全空 你的手可以越过头顶 在这里同量停留 大概差不多十五到三十秒的时间就好 第三个动作 我们会在这里让我们的骨盆往天空上提 准备好咯 吸气往上 吐气轻轻落下 吸气上 吐气下 吸气往上 吐气往下 吸气往上 吐气往下 我们做五到十五个 作为一组 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会加入扭转咯 记得保持你的骨盆面朝前方 不要动它 吐气的时候 启动你的腹肌的力量 用胸腔带着你的身体往下扭转 吐气往下 吸气往上 吐气往下 吸气往上 同样我们可以做五到十个回合作为一组 回到平板之后 膝盖轻轻落在瑜伽垫上 我们就可以来到child pose 因而是放松休息了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尽量选择食物的原型 少吃甜食 少吃加工食物 这样就会让我们的运动 事半功倍 健康一整年